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宣布支持特朗普的政策 说如果有机会他会对中国更狠 那问题是要看这机会是谁给的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奥巴马呢在参加一次活动的时候 突然放出这么一句话 他说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的比较凶狠的这种行动 那么这种凶狠行动他说得很清楚 是指经贸方面的活动 如果自己当年2008年 如果不是没赶到好机会 如果自己有机会的话 那恐怕早就对中国下手了 而且下手一定会更狠 那么在这个时候放出这句话来 意义何在 那是不是表明民主党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 跟共和党又是一致的呢 而这个态度的表达 是不是后来又会影响拜登呢 恐怕很多人关心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奥巴马当年他为什么都没有下这个手呢 按照自己的话讲 2008年本来想动手 但是突然在经济上 美国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 而这个时候需要中国 这里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需要 换句话讲 在中国和美国的经贸联系上 通过一些贸易活动 通过一些经贸活动 实际上美国还是获得了中国的一些帮助 否则美国绝对不会突然发这个善心 也就是说2008年一方面 美国对中国有其需求 另一方面 以中国当时的实力来讲 可能奥巴马觉得 这会儿不收拾中国 没什么大问题 以后再说 他没有那个迫切性 那么现在 他说这个时候的时候 2008年没下手 是在后悔了 他的后悔应该是体现在 对整个态势的发展 他有点误判了 当然 谁都不会想到 从2008年到2001年 这么12年下来 中国的发展没有这么大的差距 实际上2016年 特朗普接任的时候 奥巴马时代已经过了8年 两任的总统卸任之后 交给特朗普的是什么样的盘子呢 特朗普其实一上任的时候 都已经发觉了这个情况 中国的发展速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当年的预期 而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美国受到一系列的问题拖累 恐怕很快就要被中国追上 这个时候 特朗普感觉到自己一方面有需求 另一方面对制裁中国又有了迫切性 这个需求是什么 仍然是中国庞大的市场 所以特朗普换来玩的一系列的手段 仍然是来巩固和维护一下 自己对中国市场的需求 并且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他搞的一系列的贸易战 最后核心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为了他的需求 对中国不是没有需求的 否则两国断交不好吗 两国切断经济贸易来往不好吗 当时为什么不想脱钩啊 当时脱不了 现在其实也脱不了 喊了半天脱钩 喊了半天贸易战 核心的目的就是想再通过贸易战 把中国的地位打下去 让中国在整个产业链中 处在一个较低的地位 成为美国的原料供应者 和市场的消费者 而美国在高端位置上 可以轻轻松松地挣钱 他要的就是这东西 所以需求没有改 而且有可能是需求变得更大 但是迫切性来讲 就跟奥巴马时代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八年下来之后 中国的发展速度 已经超过了美国预期的情况下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 特朗普认为 中国再发展 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可以控制的范围 所以他一定用他的军力 用他的政治实力 用他的舆论影响力 要对中国进行斯大维剿 但是目前看来 这个围剿也不成功 眼看着特朗普要走人了 拜登要上来了 而拜登对中国的态度 就表现得相对缓和一点点 也只能说一点点吧 这个时候 奥巴马出来表态 我们要对中国更狠一些 实际上也是表明这么一个态度 民主党不能够彻底放弃 特朗普约有的思路 对中国的态度 不能够因为拜登的上任 就往后缩一下 两党的这种仪式态度 应该说是体现出来的 只不过事后诸葛亮 谁都会当 你真有这个战略前瞻性 当年你干嘛去了 这时候表态 恐怕意义真的不大 但是拜登上来以后 这位新的民主党老大 能不能够继续延续 特朗普的政策呢 那我们就看一看 特朗普政策之下 美国的企业 那些大工商业 会是什么态度呢 反正 特朗普的每次这种政策 在会议上我们能看到的是 大多数的商家 对特朗普投的是反对票 因为对中国这种贸易战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或者是杀敌八百 甚至是自损一千 芯片产业眼看着 中国警醒过来了 美国的芯片还能卖多久 这是美国一些芯片厂商 一直担心的事情 也许中国的芯片 高原没有那么快吧 但是这个趋势 一旦发展起来 按照美国的历史经验来讲 恐怕很难支持 还有发动机呢 还有农产品呢 这一系列的贸易领域 到底将来会怎么搞 特朗普的政策 已经让很多美国人 没法通过中美贸易挣钱了 而疫情之后 眼看着中国的出口 蓬勃发展 对美国的进口依赖 却越来越小 再这么玩下去的话 估计拜登也会成为第二个 特朗普 一样待不住 所以拜登应该说 比特朗普还是相对理性一些 需要跟中国进行一些 相对柔和的对抗 比如说他会选择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态度 奥巴马在这个时候 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恐怕自己发挥不了作用 对拜登也很难构成真正的影响 好 关于奥巴马这次的发言 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我们今天就猜到这儿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咱们明天再见